柔佛王储和首相敦马哈迪连番交锋几个月之后 战火如今延烧到敦马亲信卡迪嘉兴的身上 随着柔佛王储东姑伊斯迈昨晚宣称 一名叫卡迪的人密谋铲除柔佛王室之后 卡迪嘉兴今天以不点名的方式回击 宣称人民可以自由讨论任何的议题 同时确保立宪制的君主们不会自我毁灭 柔佛王储东姑伊斯迈昨晚在推特上撰文指控 一名叫卡迪的人曾在约翰大厦开会 并密谋要铲除柔佛王室 王储更向卡迪表明 如果要铲除柔佛王室就要做得彻底 虽然文中并没有著名是哪位卡迪 但相信王储所指的就是首相办公厅 媒体顾问卡迪嘉兴 约翰大厦是资政理事会前主席敦达因的办公室 而卡迪嘉兴曾经担任理事会协调员 在齐老理事会解散前 卡迪嘉兴经常到约翰大厦 随着柔佛王储发文暗讽 卡迪嘉兴今天也在脸书不点名反击 隔空交火 他写道 在新马来西亚 王氏仍有权在任何地方会面 讨论公共课题 无论是在大楼 咖啡店或妈妈当 人们都可以自由讨论生活费 媒体角色与自由 甚至是政局包括柔佛的政局发展 而如果乌一两党可以在吉隆坡办示威 并对外声称是为了保护马来人 伊斯兰和君王 同样的 我们也可以自由讨论 保护大马人的方式 同时确保立宪制的君主们 不会自我毁灭 近日 柔佛王室和首相接连交锋 先是签署罗马规约课题 后来是柔佛换大臣事件 最新的则是 柔辛捷运系统计划爆出工程用地 不知如何转入柔佛苏丹伊布拉辛名下 但苏丹伊布拉辛陛下昨天已经声明 不知道所拥有的五级查卡地段 会用来兴建柔辛捷运 如果这块地段用来兴建柔辛捷运 陛下愿意无偿交出土地 都会把 мент彩酷运约剂当兴建柔柔